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卓 今天是10月7号 今天有一场就是香港的这些烂载车们 来这里的一个塞道日 带大家看看什么叫原汁原味的烂载车 那说到烂载车 烂载就是广东俗语里面的对于小混混或者不过载的一个俗称 他们玩车怎么玩的呢 就是买这些本田 买什么EK EG思域这种 然后呢 又想喂 但是又没什么钱 所以就把车拆干净 然后排气管就装那种水喉通啊 这就让这个车看起来泼泼烂烂 但是就跑山跑各种路都是非常快 而且又要有那种疯狗一样的不要命的精神 就是将那些泼泼的时候的那些精神呢 用在跑山上面啊 要够狼 要够狠 这都好野哦 哇 大家喜欢这种老车用新改建吗 就是新的设计的Andrex的卡车 然后EZ140 一个21世纪才被设计出来的轮圈 大家喜欢这种感觉吗 不是随便一台车都hold得住红色轮圈 但是S2000 OK 阿唐你看一下 不是什么车都称到红灵啊 阿唐 哇 哎 来 我们收拔楼啊 在温云的当一的ST在看谁 斯巴鲁的完全体还是要三厢轿车 我那个只是一个妥协的产物 哇 使不拎啊 而且那个胎啊 你要6.5J的轮圈 然后配个2.5的胎 这张胖胖的突出来 才可以跟这个Second Link的形状 很像 这些才叫死气喉啊 啪啪声的 这些是什么吹铁通似的 叶师傅 这些才叫四门Integra 哇 这个配色多漂亮 好了 现在这个萨特尔大家也都看到气氛是很热烈的哈 大家都很踊跃在上面跑 然后呢 我也季养难耐 好了 现在这个萨特尔大家也都看到气氛是很热烈的哈 大家都很踊跃在上面跑 然后呢 我也季养难耐 但已经换了我的装备 戴上头盔 来到赛道日不白嫖 今天我们开的是一台即将会在70届澳门赛车大奖赛里面出现的单一品牌赛事里面的一台赛车 这个如意外呢 应该是全中国第一家的媒体能够试到这样的专业改装的赛车 那这些赛车呢 因为它是统规赛的关系 所以它限制了很多的改装的规范 比方说 轮胎只能用17寸的225寸的最大宽度的热轮胎 然后底盘不能改 只能够换一个可条心脚的塔顶 内饰可以拆空 就是防止有一些车手呢 用客机的玩法将这台车打造成一台宇宙战戒 这个是不公平的 有为了这个比赛低门槛的一个理念 所以现在这些868车的改装呢 大家的水平都很接近了 在这个赛道里面的圈数可能前五名也就差个0.30.4秒 那这个呢 真的就是考验车手的技术了 所以等一下去感受一下这台One Big Race的赛车 开起来怎么样吧 因为香港它是没有一条永久性的赛道 那所以呢 在疫情放开之后啊 就很多的香港本地的组织呢 都会去想办法啊 赶紧去组织这些赛道日 给香港那边的朋友可以回到内地啊 去玩一玩正式的赛道去cap一下 所以这次人真的是非常多啊 车也非常多 好了 后场结束就可以出去了 哇 真的是快啊 我换了热绒胎的86表车 我真的是第一次开耶 原来是这么快的 可选呢 86表车 因为它马力不到啊 就是这种后驱车呢 它又有一丢丢后驱的特性 但是同时它也不会很难开 对于是用这种车来做one main race的车赛车呢 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哦 好 红灯了 这个是赛道日里面的日常啊 玩赛道日最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清楚 灯号 旗号 因为灯号 旗号真的就是保证你在赛道上面 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刚刚认真开了一段之后呢 也可以跟大家简单的来讲讲了这台 one main赛车开起来的感觉 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真的就是一台赛车 因为它做的很多的东西就是严肃的赛化的 比方说它刹车有很好的冷却 所以它不会有很多的日常的衰点 第二个 有防满价让这个车身的整体的刚性提升了很多 它整个车的 你看这个操控的响应啊 就跟那些我们的那些买赛车的安全部一样 现在觉得我那台86的那些操控简直像开玩笑一样 哇 而且这台就是一个很标准的one main赛车里面 就是有限的改装 让你能够享受到赛道驾驶的赛车的一个专业性 就不用太多于什么人民币玩家 对不对 在one main比赛里面 因为大家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第一个就是技术 这个我觉得才是赛车的本意 好了 开完这台发车之后 坐下来休息一下 那休息的过程里面就抓到了这一次的主办人 应该说是主办方的代表 Ricky 然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一次的track day 这次都很热闹哦 一共有多少部车上来啊 八一部车到来 八一部车 哇 那很热闹 很久没见过这么多车在里面 还有今次我觉得有点特别就是 除了让车上来玩之外 还邀请了两位 就是我们都看澳门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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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令到整体整个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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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你給朋友說,我可以在街上飛,來,就是賽道路玩 疫情三年,其實大家好像忍了很久,開出一些黃的時候 可以等朋友上來,試一下自己的車 現在都是做一個練習,自己純熟,或者幫一下車 再看看有什麼改進的地方,我們這次就是幫他指導一下車 加上那個日,灌輸一些正確的知識給他,不是讓他亂來 其實我們除了少慶,之前也部署了珠海,珠洲,福建那邊 甚至乎北方,我們現在都有同事去安排 其實我們都是希望Track Day王會有一個大家認同 這個是安全,好玩,學到東西的Track Day 希望大家可以坐車圈裡面,大家都可以玩得開心 可以回到以前這樣的狀態,那就很好 又有得出車了,是時候又去開車了,拜拜 好,剛剛開完那台BRJ的同櫃賽的賽車很爽 但是呢,既然這個是香港同胞的JDM聚會 當然要開一台正宗的又多JDM車 那,我又找到了一輛 非常好啊,就混在一堆本田裡面,一點違和感都沒有 這個就是呢,開本田參加賽道日的好處了 好像周圍都是自己的弟兄一樣 問題在於敵路耶 六千轉開騰 太屌了,太屌了 哦,還是快這個車 什麼時候開著一台本田的車呢 我的左腳的所有的腳趾都是抓著地的 呼呼呼 呼呼 像火箭的多雷級噴射一樣的VTEC 哇 這台車 哇,車頭比86還要更零啊 感覺這車就要騎很多了 哇 哇,開心開心 哇,快樂快樂 哇,快樂快樂快樂 哇 VTEC is the best 哈哈,你就好像感覺呢 那一個R3跟一個吼鈴就分別坐在我的後面的兩個位置一樣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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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哇,但是這個真的是特別特別爽 就是你玩內燃機呢 就是喜歡這種跟發動機啊 跟整個車是互動的 不是說你只是給它輸入一個指令 而是你跟它是有來有回的一種較量 一種切磋 一種雙人運動 有人說啊,這一些賽道文化是落後的文化 我不怪他們 因為就像我們看籃球一樣 比方說我現在才開始看 我會覺得庫里的那個很輕盈的身手 真的是很牛逼 但是我在看回奧尼爾的那種在內線這種衝擊力 我會覺得它很笨拙 就是一種有對抗沒有美感的一種打法 如果只覺得說你這個時代的人牛逼 而其他時代的人都不牛逼的話 沒有問題 這個是人的本能 只是說格局有點小 或者說你看球看的有點少而已 其實就像汽車一樣 你可以覺得現在的智能汽車是未來發展的方向 是先進是大趨勢 但是你同樣不能夠否定 在20年前在10年前 這些老東西就是我們那個時代玩車的圖騰 就是我們那個時代的軍艦 而當我們10年後20年後 還擁有著這個夢想的時候 不希望你們點滴我們